古老的智慧 和不朽的经典 剥开现实的迷雾 天亮 时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章天亮 今天是2019年10月1号 这个视频上网的时候已经是中国大陆的 10月2号 10月1号是中共建政70周年 实际上中共经常有一种误导性的说法 说它创建了一个国家 实际上中共建立的是一个政权 这一天也是中国人民苦难的开始 之前当然是中国有长期的内战 包括 当时在二战的时候被日本侵略 但是 不管之前的日子有多么苦 整个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共建政 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其实远远低于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 弄死的 中国人 就是这个人数 这人数保守的估计是8000万 甚至有人估计在1亿 以上 如果你要是把被中共那些徒婴 婴儿没有生下来 在计划生育的时候 就是以计划生育为名吧 没有生下来的婴儿全部算上的话 那可能得有几亿之多 所以呢中共在过去的70年之间 可以说是血债累累 那么这一次中共在 所谓的建政的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非常异常的现象包括在阅兵的时候我们看到胡锦涛 江泽民习近平面色非常的沉重和严肃 好像是在参加 追悼会的样子 没有一个人脖子能够立直的 当时胡锦涛和 江泽民的脖子是往左歪 习近平的脖子是往右歪 而且表情非常的凝重和严肃 我想在他们心目中啊 实际上也是雾霾滚滚 就跟这一天的 阅兵时候的天气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中共它经常是喜欢在秋天的时候搞一些活动 像什么召开奥运会呀或者是搞什么亚运会呀 包括像什么搞十一的庆祝活动等等 通常呢 这种秋天的时候是北京天气最好的时候 秋高气爽 天气也非常的蓝 但是在最近几年北京的雾霾极其的严重 当然中共它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希望能够解决雾霾的问题 比如说包括 一些重度污染的工厂从北京迁出 比如说像手钢就迁走 还有周边的那些 像河北有一些 省市的工业就把它停下来 不让它生产 这样的话当然也就不会排放污染的气体 中共甚至用这样的方法成功的在2014年的时候营造出了一个 叫APAC蓝 当时在北京召开APAC会议的时候 当时北京的天气变得非常的好 那是之前中共让很多工厂停产 汽车现行等等 按单双号 来现行 这样造出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空气 但这一次中共几乎采取了同样的方法 甚至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亲自到北京的气象局里边 希望他们能够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比如说在天空中撒盐 或者什么其他别的方法 想办法能够让阅兵这一天天气能够 很好 包括天空能变得烂起来 他们 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作一个政治任务 下给气象局的 结果呢 在阅兵的时候天气是一片灰蒙蒙 而且按照气象局发布的指数来说 这一天是不适合于在户外活动 站在那儿其实是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害的 当然中共那些领导人他们也没办法了 只好站在那个地方看阅兵的仪式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我认为70周年大庆 中共这边有五重的雾霾 气象雾霾只是其中的一重 另外四个方面就是中美的贸易战 包括香港反送中的运动 和大陆经济下滑 以及沸腾的民怨 我们先说一下 贸易战的事情 中美贸易战就是在 9月30号 就是北美时间的9月30号 也就是中共那边的10月1号 川普在推特上发了一个 两条消息很有意思 川普就是说 他转载了当时美国一个中国问题专家 Mr. Ward 他在他自己的推特上面写了一段话 这段话大概就是说 美国长期以来忽视中共对美国的威胁 中共一直在 有这么一个计划 怀有这样的野心 希望能够在军事上在经济上能够超过美国 现在美国终于觉醒了 感谢川普总统 这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 叫Jonathan Ward 他 写的一段话 川普就把这段话原封不动的拷贝下来 放到他的推特上 然后后面 似乎是带着讽刺一位说了一句 Happy Birthday China 祝中国的国庆快乐 所以实际上川普 所谓祝中共的这种 见证的 纪念日快乐 前面 加上了川普对于中共现在的看法 也就是说 川普在表面上的礼貌的同时实际上又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对中共 做了一点 可以说是刺激吧 川普在这个推文之后今天又礼貌性的再一次祝 这么一个 所谓的纪念日的快乐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 中美贸易战其实也笼罩着一层严重的雾霾 虽然说川普说现在中美的贸易谈判感觉好像气氛不错 而且在10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亲自来到美国和美国谈 但是实际上因为中共根本就没有想跟美国签协议 所以我想对这方面我们大家其实是不用抱任何希望 感觉起来 即使是偶尔有一个 小晴天但是 接下来的雾霾还会接踵而至 这是贸易战的问题 我经常讲贸易战现在它有一个观测的指标 这个指标就是中共在香港 这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如果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强硬的话 在贸易战上它也不会退缩 我们看到十一这一次 中共在香港的镇压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我之前曾经提到过 我说 香港人民政在申请十一游行的时候中共很有可能不批准 香港的警察有可能是不批准 一切都不出乎我们的预料 果然 中共的话就没有批准 而且它不但不批准 香港人十一上街游行 它还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请到了北京 来参加 所谓的 国庆的这种 宴会庆祝活动等等 所以呢就可以看到中共在香港的问题上实际上对于林郑的 强硬的镇压或者是说 把林郑作为一个傀儡 北京在后面操纵的强硬的镇压呢 他们是 公然的 邀请林郑来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庆典 宴会 把他们的态度展示到世界人的面前 所以说在10月1号的时候我们看到香港的 镇压的力度包括甚至有一个警察 在距离一个人不到半米的地方 然后用枪打到他的胸口 一颗子弹打入胸口 这个年轻人后来被送到医院做手术 才能够把那个子弹取出来 网上有一些香港镇压的那个警察镇压的镜头 我想把 相关的链接到时候贴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香港感觉是进入了一种战争状态 而且呢 我们之前都说呀 香港很多 参与镇压的警察他们是 中国大陆的武警 甚至就是中共的军队 只不过他们穿上了香港警察的衣服 今天刚好看到一个报道 实际上是路透社援引了7个外交官 他们的观察 说中共在8月底的时候不是军车大批的共军进入香港吗 然后当时中共说是在香港举行的换防 到了这个 时间了 原来的驻港部队要撤回来 新进一批人 但是实际上在海关的人他们就说 最近一段时间不断的有军车在运送 大量的物资 所谓的震报的物资 进入香港 而且因为这个军车他们的海关是没有权力查的嘛 所以不知道到底运了多少兵进去 而且他们就没有看到任何驻港部队 之前的驻港部队从香港撤出来 所以呢外界估计中共不断的往香港运兵 现在香港已经从 原来规定的驻港部队3000人的人数 扩张到了1万到1万2000人 所以这一次我们之所以看到很多时候大批的警察能够出现 每次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生集会或者是游行的时候 大批的警察能够迅速到场 因为香港警察他其实本来并不是为了镇压民间的这种抗议 而设置的 也就是说他的人数实际上是根据 香港的治安情况来定 那么现在大批的警察总是能够突然间出现 这就说明其实香港警察的人数增加了 或者是穿着香港警察衣服的这群人 他的人数增加了 这也和路透社的报道就是驻港部队的人数翻了两番 从3000人变成1万2000人我觉得这是符合的 所以中共如果在香港它采取这样的一种强力的镇压手段的话 不退缩 把香港带入到一种没有 宣布戒严的戒严状态 那么它在中美的贸易战场也一定会非常的强硬 因为实际上 这两件事情为什么我把它联系在一块 因为它都是跟中国的经济是相关的 那么如果 十一之后 按照中共这样的思路 我估计香港的镇压力度会进一步的增加 然后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美国两会 美国两院通过就没有任何悬念 然后香港就会失去它的自由港地位 到那时候我想香港人可能会过一段的苦日子 只要中共还在的话 香港人就会过一段的苦日子 那么当然我想就是等到中共接体之后香港它的地位才能够逐渐的恢复 这个是关于香港的一个贸易战问题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了一说 这两件事情都是跟中共的经济情况是相关的 中共的经济在十一之后我相信会急速的下滑 特别是在10月15号 当然我们还不知道10月10号谈的怎么样 当时川普不是宣布 把中共一些加关税的情况从10月1号推迟两周吗 等到10月15号加关税这个情况如果发生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会受到进一步的重创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 就是美国呢 实际上它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 美国现在正在考虑和中共的经济全面的脱钩 也就是说让华尔街的一些中国公司退市 不让中国的公司 在美国融资 禁止美国的养老基金投资到中概股的股票上 当时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像阿里巴巴等等这个股票就暴跌 暴跌15%、16%的样子 也就是说什么呢 实际上中共是通过很多 中资概念股 在美国上市来圈美国人的钱 美国的股市在扩张的时候 很多的人并不是说我要买中国的股票 他们是买一些 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Mutual Fund 实际上是给美国人养老用的 有很多人他是用Mutual Fund来养老 养老基金有一部分钱他就会去买 中资股 那么中资股票他一买的话等于是中国就在美国融资了 一年的话可以全几十亿美元 这只是一个小数 他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在美国融资 彭博社的报道 就是说美国准备 禁止这些中资公司在华尔街上市 让他们退市 这样的话他们也就失去了从美国 获取美元的能力 后来美国的首席贸易代表纳瓦罗做了一点澄清 这是一个 假新闻这件事情不大可能发生 但是实际上纳瓦罗并没有回应一个 并没有销售华尔街的一个疑虑 什么疑虑呢 就是今年6月份的时候 有美国的两党 共和党这边就是我们经常 提到的 Marco Rubio 弗洛里达州的参议员 他和民主党人共同提了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里边就是说中国公司如果在美国上市 他必须得遵循美国人的法律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 一个公司在美国要向上市圈钱 或者说上市融资 你得把你的财务报告向全社会公开 而且必须要经过 国际认可的审计公司的审计 确保你没有造假 但是中共这边它永远都说我们这是国家机密 不让他们审计 这样你也就是不知道中国公司它的盈利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它的财务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不清楚的话 那么实际上 老百姓在买这样的股票的时候 他们就很有可能上当受骗 那么Marco Rubio他推出的这个法案 如果你要在美国上市的话你就必须遵循美国的法律 这时候很多中资公司由于不满足这样的条件 他们就可能被迫退市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美国白宫 能做的决定 也就是说并不是川普和他的团队包括像纳瓦罗呀 包括美国的商务部长 努钦 并不是他们能够做的决定 而是说如果法案通过的话那就得按照法律来办事情 所以我想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这种经济上的脱钩呢 也会在 不久的将来 发生 那么当然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之后的话 当中国从美国获取美元的能力降低的时候 我们经常讲 一个国家所发行的货币实际上是主权信用 大家相信你人民币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人民币跟美元之间是有挂钩了 并不完全是因为相信中国政府的信誉 或者是中共的信誉 他们其实没什么信誉可言 所以大家之所以相信人民币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人民币跟美元之间的挂钩 如果大量的美元在撤出的时候 或者是美国跟中国经济脱钩的时候 人民币就去了它的毛 就去了稳定人民币的那么一个因素 这时候人民币的信用就会下滑 也就是会产生通货膨胀 我们看到其实由于大陆的经济下滑不光是猪肉的价格在涨 中国的房地产现在其实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给国内的亲戚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讲说现在北京的房子 很难卖 二手房放在房市上之后 很长时间都卖不出去 特别是我们之前经常讲 大陆人经常讲就是金酒银食 9月份10月份是买卖房子的好时候 今年这个金酒银食也没有 所以 这个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如果它一旦横盘不再上涨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要掉头朝下了 如果你要维持住不让它掉头朝下的话 只能够多印钱 那么中国的人民币就会进一步的贬值 它就会影响到民生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民生的下降会造成民怨急剧的增长 实际上 很多人讲说中国老百姓对中共的统治已经习惯了 他们觉得中共统治也没什么 我也不知道讲这个话的人 你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表这样的态度 如果你要觉得你行的话 如果你要觉得你的态度 就是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态度的话 我建议我强烈建议 你把这样的态度跟中共阐述清楚 现在中国老百姓全都很拥护共产党 赶快开放普选 让老百姓用选票来 追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你把这样的意见提上去之后你看你会不会进监狱 所以也就是说你不要再假装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了 共产党明明知道老百姓是不拥护他们的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照片 中共在十一建政之前 为了防止老百姓的抗议 到什么程度把那个下水道 用汗枪给汗死 就是中共我看到实际上是西游亚洲电台的一个记者 他在 脸书上贴的一个照片说这些人果然是地道战的始祖 中共不是原来搞地道战吗 怕老百姓从下水道钻出来连下水道都汗死 来杜绝老百姓的抗议 也就是说 中共实际上是把老百姓作为敌人 他们对老百姓的态度就是当年日本人对待 老百姓对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抗争这样的一种防范的态度 所以你会看到所谓的十一 什么菜刀实名制 我前面还看到一个特别可笑的登记表 上厕所实名制 如果你要用公共厕所的话要登记 实名登记 然后还要注明你是想 大便的还是想小便的 如果大便的话想上多长时间这种事情都要登记 就可笑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实际上中共它是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敌人 所以咱们老百姓也就别自作多情 觉得中共还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那么中共在 把老百姓当作敌人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它每年的维稳费用 中共每年的维稳费用已经超过军费了 也就是说中共对内镇压的花的钱 要比中共对外做国防的钱还要多 也就是说它在发动一场对中国老百姓的战争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非常的清楚 中共是把老百姓当作它的敌人来防范的 所以我想我们从十一见证引出这么一系列的话题 北京的雾霾引出了中共它在中美贸易战给它带来的雾霾 给它带来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带来的这种心中的雾霾 包括中国的经济下滑和中国民怨的这种 增长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说中共是不是还会再有下一个大的庆祝活动 因为有一个事其实也很好玩 中共每年到了整数周年庆祝的时候 它通常都会推出一些主旋律的影片 比如1989年所推出的那个开国大典 2009年推出的建国大业之类的 今年中共就没有推出这样的影片 2011年的时候中共在 建党90周年的时候还推出了一个建党伟业 我不知道2021年的时候中共还存在不存在 即使存在我相信它也不会再拍什么建党伟业之类的片子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拍那样的片子就等于在鼓励老百姓造反 因为当年你在片子里边把中共宣传成为一个 争取自由、争取民主、反对暴政、反对腐败这样的一个 一个先进的集团 你要把这样的 理念 再跟老百姓宣传的话你不是 让老百姓起来推翻自己吗 当然中共当年也是在骗了 但是中共现在连骗人这样的话已经都不敢再说了 这就是我对中共建政70周年这一系列的活动 产生的这样一点感想 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要是对我们这个节目感兴趣的话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